保音茶是食物中毒案持續擴大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教的是北市聯誼 江冠宇醫師來進行更多的討論 首先要請教的是江醫師 昨天在其中一個死者身上 驗出了米酵菌酸 這種又急又快的毒素 其實蠻罕見的 也是台灣首例 但是你也形容這是一種呼吸毒 到底有多可怕 要請江醫師做更詳細的解釋 那所謂的呼吸毒的概念就是 讓你的呼吸都無效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全身 就是我們的呼吸系統 那些肺脹那些呼吸到晚 我們把氧氣給吸進去 到血液運送到全身 這部分都沒有問題 可是他這個毒素一旦蔓延到全身 然後去結合 我們的細胞裡面的立腺體的時候 有個事情就發生 因為立腺體是利用 血液運送過來的氧氣 然後和我們的葡萄糖 做一些生理的作用 就變成了我們能夠 日常活動所需要的能量 那尤其是有些重要器官 肝臟腎腎腦袋 還有我們的皮臟等等 都是很需要這些大量的氧氣的利用 對不對 那但是呢 這些米酵菌酸 這米酵菌酸這個毒素 他就會讓這個能量工廠 這個立腺體全部都停止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吸進再多高濃度的氧氣 用到呼吸器 甚至說呼吸器不用了 給他用葉克膜 直接在書寫裡面去帶大量的氧氣 其實都沒有用因為細胞無法再從自己的 列腺體的氧氣的作用 得到他所需的能量 這個時候就會首先出現 需要大量氧氣的器官都全部都衰竭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重症病患的肝腎衰竭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然後身體也會因為肝臟 他的一個衰竭的關係 跟凝血有關係 所以才會出現說我們的肝臟凝血功能 那個弥漫性的凝血 然後就是那個 整個像是敗血症休克的一樣的狀況 因為那是全身的器官都失能 我們剛剛聽到江醫師說了這麼多 所以聽起來是非常可怕 那還要請教的是這個米酵菌酸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那他必須要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一般民眾可以怎麼樣避免呢江醫師 基本上其實大家不用太過於恐慌 因為這個米酵菌酸 他其實我們要想證說 他不是只有一支菌 他是其實是要在一個條件之下 他是很多的親兄弟一起共生 要有一定那個程度的比例 要有一定那個特定的比例 他才會去產毒 光是他自己他是不會產毒的 那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要預防 要什麼樣情況之下才會發生 通常是這些負含脂肪酸 然後有水分的這些容易發酵的食物 這聽起來很複雜 但是我們要想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 現代社會食物的處理越來越複雜 那你把它炒了一盤飯 或是說炒了一盤麵炒河粉這樣子 然後你要把它放在 廚房的高溫 他上面不是說22度到33度 或有些說25度到35度 這其實是室溫偏稍微高溫一點點 那你放在這邊然後放隔夜飯 而且是那種組成相當複雜 要富含蔗糖 氨基酸 纖維素 這個時候才會發生說 這個伯克霍爾德士菌 這個青棕組成在上面漲 然後呢 裡面就是這個野毒的那個病株 就是所謂的米酵菌 在裡面跟青修錠 跟青兄弟一起作用 那這時候才會把毒素給產出來 所以說在中國過去他的這種病例上 他把這個培養米一系列展示出來 相同的條件下也不一定說每個培養米都會呈現說米酵菌酸的一個陽性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但是就是我們從此要學到教訓是 要把食物盡量不要說炒好在那邊散裝 而是說單純的單一食材的保存食物 然後盡量呢 也不要說放到常溫 然後他再送入冷藏 而是說直接送入冷藏4度C以下 其實就可以有效的系統性的來避免說這個食物上面有一個米酵菌的生成了 好不過我們也很好奇 這可怕也是很多觀眾朋友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這次事件爆發這麼大 但是過去沒有這樣的中毒個案 那除了剛剛江醫師一直提到強調食物保存的問題 這個毒素會藏在環境裡面呢 還要請江醫師幫大家解答 其實因為重要的是說在美國在歐洲 完全沒有這類郡株的文獻 完全沒有 也只有說美國的旅遊局對於說旅客要到東南洋那邊 要小心當地釀製的食物 然後呢我們看那些報告 但也是只有莫山比克 印尼還有中國的廣東和東北有這樣的一個案例嘛 所以說顯然這個郡株是區域性的 但就是說在台灣這邊其實也是個高濕度的國家 他的確有他的生長條件 好那但是呢我會認為說這個其實不要擔心 也有可能是說我們其實之前就存在這個病毒 但是因為我們我們的第一線醫院 那常規下來說處理這些食物重度是沒有這一項檢驗 那當然就不會曝光 可能過去已經有這些案例的零星死亡 只是說但那時候大家沒有發現說一個很交集的一個大量死亡 像這一次這樣子 所以說就沒有被曝光沒有被討論 那這次曝光其實是好事情 可以提醒我們食物保存的重要 那大家也要放心就是說他其實在這種條件之下也不一定會生成毒素 所以說其實我們說要整個說毒素他會很大量盛行 其實也不一定而是說我們可能環境中已經有這樣的郡株 隨著我們環境變遷氣候變遷已經來到了台灣 可能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在之後呢只要系統性的把這個冷藏的食物 那個作為一定的規程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有效避免這些細菌 即便發生也避免他們去產生毒素了